待的快乐 所以受戒 清净 欢喜 那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自己要这么做 就像各位今天这样 回向法界众生 同生净土 所以我们开放 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写了这么多牌位 那因为免费才可以多 对不对 如果这个写牌位多少钱多少钱 人家就写不多了 那这样反而障碍到佛法 这样不慈悲 那现在大力宣传 很多道场都写了 牌位免费 对不对 这样是好的 对大家有帮助 因为现在的社会变了 现在的社会 你光为你家里写 太自私了 现在的报纸 随时都有人车祸 什么往生 就像我今天看报纸 今天那个猪瘟又传到香港了 香港今天杀了六千多只的猪 那这下 这下就 哪一天老到台湾 所以我在南部认识几个养猪了 你都刺在蛋 这个如果猪瘟一下去 它那个低调 几百年不能用 因为那个传染病灭不掉这个细菌 所以什么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当然我们身为佛教徒 各位从今天 如果你还在吃肉 那当然不好 至少从今天开始 不吃猪肉 好不好 减低这个发作的机会 这些猪 如果猪瘟他们也很痛苦 被灭杀 这病死 不然就被埋死 当然我们懂了究竟的方法 大家就不要养猪 不要吃猪肉就好了 但是他们的业 业就是业了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都很认真在学佛 每天在看生命电视台 所以才会找我们去 找我们去 希望帮他们 我们帮他超度猪 然后他继续养猪 他有他的业 没办法 因为这个钱 带捆还没缴完 或是那个房子 还没盖好 他想要转业 转业把这个钱赚到了 再去转那个 他的想法 那我们的想法是 你要转业 是这个马上要放下 那那个福报才会出来 对不对 你就边杀猪 边盖房子 那这个房子 你的业 杀业在 就会卡到你的房子 卖不出去 但是他们当然听不懂 听不懂我们就多回下 来 法会功德 大家的功德 会像被屠杀的猪 各种病死的猪 所有养猪者 所有杀猪者 所有吃猪肉者 同享功德 得开智慧 慈悲一切 所以这个写慈悲一切 真的很困难 你吃素了 对你来讲很容易 那是要 让所有众生 都不伤害其他生命 都借杀吃素 这个就有一点困难 但是 虽然这样写很简单 不害一众生 是属于个人的 慈悦出离心 那慈悲一切呢 也却属于大乘的菩提心 所以看起来很简单 那这里面就包含一切 九品都在这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广为宣传 第五 念一下 无者正念 孝顺于父母 敬奉于师长 不起交慢心 往生阿弥陀佛国 从孝顺里面了解佛法 修行佛法 引导父母学佛 才是真正的孝顺 但是各位一定要 从自己的父母 真心的做起 哪怕你父母都不在了 你每天还是要孝顺 每天要吃饭 拿一碗面包 供养三宝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 供养妻子父母 累结父母 妻子父母都要供养 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守护好菩提心 以这个对父母来对待 所有众生 因为父母疼惜我们 他就怕你一点点伤害 受伤 不高兴 所以为了让父母高兴 时时刻刻要保持一个正念 就像我爸爸妈妈往生 那我经常讲这个 因为我知道 我爸爸妈妈在世 他还没神通 我还可以演戏给他看 我爸爸妈妈现在去极乐世界了 哇 还有他心通 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这个时候是我影响他最大的世界 在世间的时候 我只能尽力孝顺 这样而已 因为他不能够理解佛法 现在他们往生 我的念头时时刻刻会影响他们 因为他们想到我 那么就会被我影响 所以各位更要为了父母保持正念 也让父母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天天在孝顺他 我们汉传佛教 出家都是为了父母而出家 为了孝顺而出家 所以让父母更感动 更努力 那你越慈悲越有菩提心 父母就越发起菩提心 请问父母发起慈悲心 菩提心会不会超度啊 品位高深 这一点各位要抓得很紧 这个抓得很紧不是很紧张 是只要好的就供养父母 这样不好的就不让父母知道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 父母不可能不知道了 那现在所以内心里面 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孝顺跟正念 让父母因为你的心而感动 再来敬奉于师长 师长在世的时候 当然要尊敬奉事 那师长不在的时候 每天还是要回向 请问各位早上念真华长老 真华长老有来加持吗 百分之一百 不可能不来加持 如续长老 真华长老 法政长老 绝光长老 所以大家都有亲近的长老法师 他们呢 看到我们在这样持戒精进 非常的欢喜 所以彼此真上 不起娇慢心 这一点很重要 你不能看不起爸爸妈妈 不能看不起你的师长 有时候会啊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 这个还没有去读佛学院的 这个很尊敬 佛学院都回来了 不尊敬 现在就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有时候 这个要扪心自问 因为我师父这个过程 我看在眼里 我师父啊 老实说 因为他的因缘 产生了一些事情 就我们这个出家徒弟 假设有五十位 大概有四十位 就不尊敬师父了 就会有变化 当然我师父很自在 他只给我提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 我经常跟我师父在一起 他的意思也跟我说 这一点你要注意啊 师父也一眼给你看 搞不好以后 你比我还大条 事情更严重啊 这个无常 是谁都要面对的 不是发生 那在师父就不会发生 在别人身上 那这个世间冷卵自知 所以要保持一个正念 依靠自己 保持正念 而不能说 在这个世间 这个都有他的特殊因缘 所以我想各位 对父母师长 不要看不起 不要自以为是 特别是师长 那因为你去 接近了善之士 他的优点 我们把它抓到就好了 如果他的优点 你都没有 那你还在看不起 那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爸爸妈妈的优点是什么 我永远要抓住 我们这些老师父 个人都有个人的优点 但毕竟 是不是佛另外一回事 但他的优点是什么 我们要把它学习好 所以我想各位来到 道场里面 有这么多法师 法师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那当然法师也是人 有缺点 但是我们至少 他的优点 我们要做到 所以 不起焦慢心 往生阿弥陀佛国 六则一起念 正念 往易于身房 恭敬于他事 文法解一意 往生阿弥陀佛国 那各位要想着 我要经常去寺庙 这一个我们想修行的人 就很想要去寺庙 所以我很幸运 我们会日讲堂就在我公司的旁边 离我家更近 所以我就每天都跑去 真想天天去那边做早课 网课 只要法会我都第一个 我一定坐在那边 所以很喜欢去寺庙 然后到寺庙去拜佛 所以在寺庙里面 故意造个塔 我们虽然在市区塔不大 佛像还好 各位多礼佛 多绕塔 自己 自己 没人的时候最好 来扫扫地 拜佛 绕塔 然后呢 有佛法的问题 跟法师讨论讨论 那这边 佛教的书籍 在二楼 我们有图书馆 各位多看 多真的要看 下回摆一些 外面里面一大堆 各位 文法 听文佛法 解 一 一就第一议题 空性的道理 万法平等 所以你要去思维 空性是什么 禅是什么 自信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道理 你还是在我的分别 那就 学佛就不就近了 所以要很喜欢 去找到真理 找到空性 找到慈悲 如果能够如此 往生阿弥陀佛国 我们自己这么做 当愿众生 都能够如此而得身净土 也替众生做 学佛 不要要求别人 我们是感化 引导别人 但自己把它做好 做好 这一点 那我也希望各位居士 常来念佛 参加法会 以外 这个是一个福报 一定要深入精障 真正的精障 是你的心态 把佛经的意义 用在你的当下的心态 懂得空性 慈悲 各种道理 那这样 你去帮人家 助念的时候 顺便可以 跟对方谈谈佛法 太慈悲了 那各位有社会生活 跟亲戚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善巧方便 引导佛法 这个事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 反正我这个人 嘴巴不讲佛法 我已经习惯 不讲佛法 那这样对你来讲 不太好 因为不符合菩提心 我们要劝众生 从他的痛苦里面 去了解 痛苦的因是什么 如果这个人 很痛苦很痛苦 那机会来了 除了回向给他 你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执着一个 我在痛苦 对不对 我的身体 我的儿子 我的事业 你有这个我 才会痛苦 这个痛苦 要把这个我 去分析它 这个我 根本是一个 因缘合合 组合的 还有真实的我 这个我是虚幻的 借这个机会 然后你也像我们 出家人比较好说 所以只要对方 在跟我谈痛苦的时候 我就跟对方说 那你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了 因为是这个出家人 就没有这个世间的 儿安女啊 情啊 地位啊 名利啊 这样呢 以这个为基础 才可以解脱生死 进一步以这个为基础 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是有快乐 还是没有快乐 有而不执着才快乐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说 一定要空 这个空不离开有 只是利用这个有 但是不觉得 不执着这个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个真正的道理 叫解一意 往生阿弥陀佛国 七则 念一下 正念 一日一夜中 受此八灾戒 不破一 往生阿弥陀佛国 就这样 各位来 一日一夜 精进受此八观灾戒 无有破戒 以此功德 愿生极乐世界 当愿众生 同享功德 同生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 守五戒 守八观灾戒 也都不要破戒 所以精进的 特别八观灾戒 短短时间 如果为自己而受戒 忠品众生 回向法戒众生 上品往生 八则 念一下 正念 若能灾月 灾日中 远离于房舍 常欲于善师 往生 阿弥陀佛国 所以如果能够在 灾戒日 灾戒月 按照佛经是正月 五月 九月 叫灾戒月 然后呢 现在还有七月的 孝顺月 等等 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 救护各种生命 广修各种功德 来回向 众生母亲 因为母亲节对我们来讲 不是光自己妈妈 念着众生接我父母 很认真 很认真的 去跟众生结缘 各位这一定要 这样想跟这样做 你千万不要孤僻 我们来看 谢谢 谢谢 谢 谢